你是否曾遭遇过关键时刻手机电量告急的窘境 比如在陌生的道路上依赖地图导航 或者急于联系孩子时 你的iPhone突然发出低电量警告 机身发烫 甚至信号也随之消失 几年下来电池续航能力更是大不如前 可能连半天都难以维持 与此同时 手机性能也逐渐下降 相机运行卡顿 第五代移动网络连接也变得断断续续 这无疑让人感到非常沮丧 现在埃隆马斯克计划推出一款名为特斯拉PI的手机 其预估售价仅为273美元 并声称将配备一系列颠覆性功能 然而这款手机真正的亮点 并非那些纸面上的性能跑分 而是它致力于解决用户日常使用中的痛点 例如提供更持久的续航能力和更强的信号接收能力 即使在信号覆盖较弱的区域 也能保持稳定的通信 如果这些承诺能够兑现 特斯拉PI手机或许将成为首款真正 让用户摆脱移动电源依赖的设备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引人注目的特性 是否真如马斯克所言 值得我们信赖 一 太阳能层2.0特斯拉PI手机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 其后壳下方集成了超薄的光复层 这个光复层肉眼几乎不可见 也不会增加手机的额外厚度 但它能够持续地将环境光转化为电能 其工作原理相对简单 户外阳光的强度通常在每平方米800到1000码之间 而像办公室或车库这样的典型室内照明环境的光照强度 则仅为每平方米1到10瓦左右 考虑到手机背部的面积大约为90平方厘米 即0.009平方米 如果太阳能层2.0能够达到15%到20%的光电转化效率 那么特斯拉PI手机在阳光下大约可以收集到1.2到1.8瓦的电力 而在室内环境下则约为9到90毫瓦 这些数据是基于实际测算并非虚假的宣传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将手机放置在光线充足的窗边 能够获得较为明显的充电效果 而将其置于台灯下 虽然也有一定的帮助 但效果会相对有限 要理解这些电力能够带来多少实际价值 我们需要知道智能手机在运行时的功耗通常在1到2瓦之间 以1.5瓦的中间值计算 在阳光充足的窗边充电一小时 大约可以抵消一小时的实际使用 如果环境光提供的功率为1瓦 则可以抵消约40分钟的使用时间 而在室内照明条件下 光能收集量可能仅为60毫瓦左右 一小时的充电大约只能换来2到3分钟的使用时间 因此一个大致的经验法则是 在室内光照环境下 一小时的光照大约可以抵消5到7分钟的使用量 而在间接或直接的日光照射下 这个数值会有所提升 这种充电效益是具有累积效应的 比如在窗边的桌面上放置30到60分钟 加上在车载支架旁靠近挡风玻璃放置30分钟 以及在明亮的室内环境中进行一些零碎的照射 累积下来到傍晚可能可以增加2到3小时的续航时间 特斯拉PI手机通过其最大功率点追踪电路来支持这种捐流充电 即使光照强度出现波动 它也能始终锁定最高效的电压和电流进行充电 此外当手机机身温度超过35摄氏度时 系统会自动调整充电强度 以保护电池的化学特性 手机的后盖设计也考虑到了耐用性和透光性 它采用了金属结构与小面积的玻璃或磨砂附和材质窗格相结合 既保证了光线的透过 又具备抗刮擦和防紫外线褪色的能力 用户体验非常简单 无需刻意改变使用习惯 只需像往常一样生活并将手机放置在有光照的地方 电池的耗电速度就会在一天内得到减缓 夜间仍然可以像普通手机一样进行充电 但你可能不再需要为了下午4点手机没电而四处寻找插座了 这正是特斯拉PI手机太阳能层2.0的无声价值 在不改变用户习惯的前提下 持续的为手机提供电力补充 2.智能热合系统 智能热合系统是特斯拉PI手机内置的持续性热量管理机制 它能够实时监测手机表面的温度 中央处理器的负载 无线电活动以及全球定位系统的使用情况 并在热量成为问题之前进行细微的调整 我们都知道当手机信号较弱或者长时间运行导航时 手机往往会迅速升温 这是因为无线电模块需要增强信号 提高传输功率 同时处理器也需要承担更高的运算负荷 与传统的温控方式不同 智能热合系统不会等到设备过热之后 才大幅降低性能 而是通过轻微降低处理器的时钟频率 和用户难以察觉的屏幕亮度来提前进行干预 这些看似微小的调整 在高负荷运行期间可以节省数百毫瓦的功耗 这通常足以将机身温度降回到安全的范围之内 这种机制的关键在于对电池化学特性的保护 锂电池在高温和高电压的环境下老化速度会加快 如果长期超过任何一个预值 电池容量的衰减速度将显著提升 特斯拉PI手机将高负荷使用时的实际温度上限 设定在40摄氏度左右 当监测数据接近这个预值时 后台任务将会暂停 放电电流也会受到限制 无线电模块则会切换到更保守的运行模式 一旦温度下降 系统就会恢复全速运行和屏幕亮度 这个循环机制会全天候运行 并且不会给用户带来任何提示或弹窗 在日常使用中 你会更少遇到手机卡顿或突然变慢的情况 因为系统从根本上避免了过热的发生 这种智能温控的长期效益是可量化的 将绝大多数的充放电过程控制在40摄氏度以下 可以有效的防止电池电极和电解液的加速劣化 再加上缩短电池长时间处于满电状态的时间 特斯拉PI手机在三年后仍有望保持约90%的电池容量 而大多数缺乏主动温控的手机 在同一时期容量可能会下降到60% 使得原本还算可靠的设备 在中午就需要依赖电源插座 智能热和技术还能打破手机过热飞 剧烈降频飞 试图恢复飞再度过热的恶性循环 打破这个循环不仅能够保护电池的健康 也能维持用户的良好体验 在一些严苛的使用场景下 其效果尤为显著 例如在阳光下同时开启地图和第五代移动网络时 特斯拉PI手机能够更持久的保持流畅运行 在使用相机进行长时间录制时 画面帧率也会更加稳定 即使在信号覆盖的边缘区域停留一小时 你的口袋也不会感受到手机带来的过热 智能热和技术并非追求令人惊叹的性能跑分数字 而是更注重提供稳定 可预测的运行状态 在用户察觉到问题之前 就主动预防过热的发生 这正是延长手机使用寿命 并保持舒适用户体验的关键所在 三 卫星链接模式 当蜂窝网络中断时 卫星链接模式将为特斯拉PI手机 提供一条低功耗的通信生命线 在信号薄弱的区域 传统的手机会持续以高功率运行 其4G或5G调制解调器 进行信号扫描和传输 这种持续的搜索循环 会迅速耗尽电池电量 而且往往仍然无法建立有效的通话连接 而特斯拉PI手机的卫星链接模式 则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策略 当手机检测到蜂窝信号强度低于 约付105dBm相对于1毫瓦 并持续超过15秒时 它将自动暂停蜂窝网络的扫描 并切换到专门为语音和短信设计的 Starlink窄带通道 这个切换过程是自动完成的 通常只需要几秒钟 状态栏会显示一个小型卫星图标 提示备用模式已经激活 用户无需手动调整任何设置 即可继续进行通话和发送短信 数据量的大小也说明了这项功能的重要性 这个窄带通道仅需约1-5兆比特每秒的传输速率 就足以支持压缩语音和短消息的传输 由于数据速率较低 所需的发射功率也大幅降低 当蜂窝信号勉强维持时 手机可能需要消耗800-1000毫瓦的功率 而卫星链路仅需约100毫瓦 在最差的情况下 功耗降低了近90% 对于那些需要在相间道路上行驶整个下午的用户来说 这笔节省下来的电量 可以转化为数小时的额外续航时间 此外你也不再需要担心手机因为反复尝试连接过远或拥堵的基站而耗尽电量 同样重要的是 特斯拉PI手机能够优雅的退出卫星链接模式 当蜂窝信号强度恢复到预止以上时 手机将自动重启其蜂窝网络调制解调器 断开与卫星的连接 并恢复正常的移动数据服务 这种切换机制优先保障通信的稳定性 确保通话或消息传输过程的无缝衔接 你可以将它看作是一张安全网 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出现 一旦网络恢复正常就会立即消失 这项功能为那些经常远离城市 需要在偏远地区工作的人士进行长途露营的家庭 以及所有曾经在郊区和高速公路沿线遭遇信号盲区的人们提供了一份保障 这种可靠性远比任何合成性能评分都更加珍贵 它确保你能够接听重要的来电 同时让电池在其余时间保持充足的电量 通过卫星链接模式 特斯拉PI手机将弱性号覆盖这一耗电大户 转化为可控的低功耗状态 4.电池自主性与人工智能 电池自主性特斯拉PI手机内置的人工智能系统 是一个持续学习的系统 它会记录用户的充电习惯和时机 并优化电池的使用模式 以延缓电池的磨损 同时确保关键功能在需要时随时可用 在最初的几天和几周内 人工智能会观察你的使用规律 例如固定的夜间充电时段 通勤前拔掉充电器的时间 特定早晨导航需求的增加 或者办公时段手机长时间处于静置状态等 系统会根据这些规律进行智能充电 在夜间充电时 系统会将电池电量维持在80%至90%的区间 直到大部分充电时段结束 仅在用户通常拔掉充电器的时间前 短暂的将电量充至100% 这种做法减少了电池在高电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 从而有效的降低了电池的化学硬力 此外如果手机在充电时检测到温度升高 通常超过35摄氏度 它会降低充电电流 并等待设备冷却后再恢复充电 因为高温和高电压会加速电池的老化 情境感知同样至关重要 如果用户的日历和位置模式显示 第二天清晨需要驾车出行 特斯拉PI手机会提前完成满电充电 并保持无线电的待命状态 如果日程显示是连续的办公室会议 手机则会缩减后台同步的频率 并降低蜂窝网络的唤醒频率 在不影响核心任务的前提下实现省电 值得一提的是 人工智能模型完全在手机本地运行 因此用户的个人充电和使用数据 不会离开设备 用户仍然可以选择覆盖系统的自动行为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默认设置已经倾向于合理且安静的模式 无需进行额外的操作 当手机电量告急时 关键的待机功能将优先保障核心服务 当电量降至用户设定的预值 例如20%或15%时 手机将切换到极简模式 屏幕亮度与刷新率降至高效水平 全球定位系统的采样频率 由持续监测转为周期性检测 蜂窝网络扫描暂停 应用程序的同步改为批量处理 而非实时更新 这些措施可以将基础功耗 从约300至500毫安降低到约80至120毫安 具体数值取决于环境条件 在这种状态下 特斯拉PI手机可以维持通话短信 以及简易导航功能长达48小时 这并非承诺能够连续两天进行重度游戏 而是切实保障在用户忘记充电时 核心的通信功能仍然可以持续运作 今年累月 这些智能化的电池管理行为 所产生的累积效应是显著的 通过最小化充电时的热量产生 限制电池在高电压状态下的驻流时间 优化温和的放电曲线 特斯拉PI手机在三年后仍然有望保持约90%的原始电池容量 其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 用户无需花费时间和精力 预约维修或更换设备 只需安心信赖手机在需要时 随时能够正常工作 电池自主性和人工智能的结合 使得电池养护变得自动化且无感知 这正是理想的用户体验 5.快速换电电池 快速换电电池是解决手机续航焦虑最直接的方案之一 特斯拉PI手机无需用户守候在墙面插座旁 而是支持划出测制的口袋电池组 并快速划入一块全新的电池组 整个过程设备可以保持运行 其运作原理在于机身内部设有一个小型的缓冲电池 以及并行的供电路径 当你解锁卡扣并取出电池包时 这个缓冲电池可以为主板供电约20至45秒 这段时间足够你插入新的电池包 而无需关闭手机 不会漏接电话 更不会中断导航等正在进行的操作 新的电池包会被手机及时识别 电量百分比也会同步更新 设备将像往常一样继续运行 这个系统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提供的续航能力 每块电池包的储能约为10至12瓦时 相当于3.85V电压下的2600至3200毫安时 在混合使用场景下 通常可以提供5至7小时的续航时间 随身携带两块卡片大小的超薄电池 即可满足全天高强度使用的需求 为了均衡每块电池的磨损 该系统会追踪每块电池的充放电周期 并轮换优先使用的顺序 因此不会出现单个电池模块 比其他模块更快老化的情况 当手机检测到某个电池的健康度 跌破合理的预值时 系统会建议将其转为备用模式 并提示用户订购替换电池 安全性和耐用性也融入了硬件设计之中 电池舱采用了橡胶密封圈和正向锁定机制 以抵御灰尘和湿气的侵入 舱门则由铝合金和增强聚合物复合材质制制成 经过数百次插拔 仍然能够保持严密的密封 电气触点采用了镀金弹簧设计 电路中集成了防电弧措施 在插拔电池时 不会产生可见或可闻的电弧现象 热管理工 能在这里同样发挥着作用 当新连接的电池温度过高 例如超过40摄氏度时 特斯拉PI手机会限制充电电流 优先进行小幅放电 直至温度降至安全区间 居家充电也非常便捷 只需轻触底座 将手机放置在双无线充电座上 并将口袋电池插入相邻的插槽中 充电程序将依次处理每块电池 以避免热量击聚 每块电池以10至15瓦的典型充电速率 彻夜充满 清晨出门时 你将拥有一部满电的手机 和两块满电的电池包 桌面不再有杂乱的线缆 也无需守候在插座旁 你可以全天候随意更换电池包 而不是被手机耗尽的电量所困扰 这正是特斯拉PI手机的 自由快换电池系统所带来的体验 以一种从容可控的方式 保障能源补给 彻底摆脱杂乱的线 懒和设备停机的烦恼 总结来说 特斯拉PI手机专注于进行实质性的改进 第二代太阳能层提供稳定的捐流供电 智能热核系统维持设备 在低温状态下运行 卫星链接模式保障在脱离蜂窝网络覆盖时的通话和短信功能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延长每次充电的有效使用时长 而快速更换电池的设计则实现了及时的能源补充 这些技术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理念 提供可靠且用户能够每日切身感受到的续航能力 如果这些承诺中哪怕只有一部分能够实现 那么电池寿命的概念都将被重新定义 如果你渴望了解更多此类实用的 既资讯请订阅未来科技频道 助力我们达成10万的订阅者目标 并开启通知铃铛功能 以免错过我们下期的深度解析